卡塔尔世界杯上将有许多的中国元素亮相 被称为中国制造组成的中国军团 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由中国企业成建的 世界杯足球和主体育馆卢塞尔体育场 尤其是卢塞尔体育场 它是卡塔尔世界杯开闭幕式主会场 由中国铁剑新建 创下了中国乃至世界多项记录 不仅被卡塔尔元首称赞 还登上了卡塔尔货币的封面 成为卡塔尔的国家名片 首先 它是中国首次以设计和施工总承包的身份 成建的世界杯赛场 此外 它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最先进 拥有最复杂系统体系的专业足球馆 当然 难度方面也是世界顶级 不仅拥有全球首个 使用全生命周期建筑信息模拟的建筑 而且屋定的锁模结构几何尺度巨大 造型非常复杂 被中国工程员院士称为 世界上最复杂的锁模结构体系 可以说 这个主赛场让全世界再次见识到了 建筑狂魔的名号 不仅仅是速度快 还能造出世界顶级难度的运动场馆 那么 卢塞尔体育场的难度到底有多高 终极又是如何攻克这些困难的呢 今天熊猫就来说说 这个被卡塔尔一致称赞的足球馆 卢塞尔体育场在卡塔尔有着非凡的意义 这是因为卡塔尔国土面积 只有一万多平方公里 相当于中国北京那么大 而且人狗不多 大概只有两百万左右 但是卡塔尔非常希望提升整个国家的形象 所以这些年卡塔尔一直在尝试举办大型的国际体育活动 比如2006年的亚运会 2011年亚洲杯足球赛等 而足球是卡塔尔最受欢迎的体育赛事 2010年时 他们成功申请到了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权 成为中东国家举办过的最大型的体育盛事 不论从受欢迎程度 还是从国家整体形象角度来看 足球世界杯在卡塔尔的地位 就相当于北京奥运会在中国的地位 因此他们对于世界杯非常的重视 而卢塞尔体育场作为开闭幕式的主体场馆 自然也是万众瞩目 甚至被很多人称为零豪功臣 当然 这个体育场也创下了卡塔尔乃至世界多项记录 卢塞尔体育场的建筑面积高达19万平方米 可容纳9万多名观众 它的结构横向一只大金碗 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卡塔尔传统椰枣碗的形状野化而来 屋顶是由索网和马鞍形组成 至于外观基色网状纹路 则来自于卡塔尔的传统法纳尔登龙的文士 整个大金碗完全融入卡塔尔的民族风情 所以它一经面世就受到了卡塔尔各界的喜爱 不仅登上了卡塔尔的货币 还有邮票 纪念币的周边产品上 当然 这样一个金碗可不好造 它的难度非常高 是全球最复杂的世界杯主赛馆 它的主体结构可以分为内外两个部分 内部比较简单 就是常规的足球赛事看台和比赛用地 外部结构就非常复杂了 又可以分为球馆屋顶和球馆墙底两部分 屋顶有模系统 屋面的锁网 墙壁微柱 行架 以及墙部 而屋顶和立面结构 则由一圈压环连接在一起 然后屋面的重物通过压环 传递到微柱和行架 再传达到地面 环环相扣 缺一不可 虽然听着简单 但实际上却非常复杂 为了方便理解 我们将卢塞尔球馆也分成两个部分来科普 其中球馆墙壁里 微柱是最主要 也是难度非常高的部分 它相当于一座大楼的沉重墙 支撑起整个卢塞尔体育场 因为是由两根钢结构组成 形状像V字形状 所以仅称微柱 整个球馆有48个这样的微柱 重量超过6000吨 最重的微柱可以达到147吨 相当于70多辆小汽车的重量 长度约48米 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 至于顶部的宽度也达到了15.5米 所以微柱的体型非常大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 人站在它的下面 抬头仰望 就像是在看摩天大楼 不过微柱的建造并不难 难的是如何安装 卢塞尔体育场的设计是大今晚的造型 为了满足外观要求 这48个又重又大的微柱 必须做成形状不规则的弯具构建 像弯凸起的腰部 因为是不规则的构建 所以它在吊装时 难度就凸显出来了 一个是重心很难控制 还有一个是对于筋度的控制也很难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就像我们平时吊起一个方形重物时 是很简单的 但是吊起一块圆片或者是不规则的重物时 难度就非常大了 不仅需要判断它的重心 还要有特殊的绑法 而且尺寸和重量越大 起跳的难度也就越高 而微重更是如此 它不仅体积大 重量重 而且为了和顶部的压环精准对接 它在吊装时 需要用超大型的起重机吊起来 在空中完成翻身后 让微珠的两根圆柱朝上 才能与顶部的压环精准对接 这个精准度的要求非常高 根据结构测试 微珠的两个管口误差需要小于或者等于3毫米 大概就像一个比心的直径大小 管口对接间隙误差也要控制在20毫米以内 还不到一根手指头的粗细 而这一切还是在70米的高空上进行操作的 难度非常大 单纯靠人为控制根本难以完成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事故人员先是在软件中 对所有构件进行模拟 找出所有构件的重心 然后通过重心位置和几何尺寸 确定了几个绳索固定的吊点 但是这个吊点还不够精确 因为在吊砖过程中 微珠会受到外界封锁的影响 虽然它不影响起吊 但是会影响精准度 所以也需要再次调整 现场施工人员会对这几个吊点 进行多次的尝试 同时还需要技术人员 实时对四套千斤顶和吊锁的受力情况进行调控 保证几个吊点的锁力值 偏差在15%以内 只有这样多重保证 才能确保整个构件稳稳的安装到位 最终项目组花费了整整18个小时 才完成了单个微珠的搭建 所有微珠结构调装执政 花费了四个月时间才完成 微珠之后 就是建造主体的行架 它相当于大楼的普通墙 难度并不高 只要填充好就行 这边就不展开讲了 倒是行架的外木墙难度非常大 木墙就是卢塞尔体育场墙壁的最外层 相当于一栋房子的外墙装饰 不过这里的木墙被设计成卡塔尔的动漏文式 所以它是由金色三角形铝板 拼装在主体钢结构上 因为钢结构是弧形的 所以三角形铝板被设计成有弧度的双曲面 体育场木墙大概有6万平方米 需要4000多个三角形单元铝板才能铺满 因为数量众多 如何精准的结合就成了问题 而且这个三角形铝板只有包包的一片 是没办法直接与主体结构焊接的 而是需要特殊的连接件作为底板 大概长这样 根据统计 整个木墙同样需要4672个连接件 这些连接件不能有丝毫偏差 而且这还不是木墙的最大难点 由于主体是钢结构 它受到温度和重量等因素的影响会发生形变 而连接件和铝板也是有重量的 也就是说 在安装外木墙的过程中 主体钢结构会因为木墙本身的重量 随时随地的发生动态形变 这样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当你前面的连接件和铝板安装完了 后面因为形变 就可能会导致前面排版好的形状发生变形 所以4672个连接件和4000多个铝板 需要在动态中进行精准定位 难度非常高 这个难题在以往几乎是很难解决的 但是施工团队利用了模拟技术 在不同的施工阶段 对钢结构的形变进行精准分析 设定控制坐标 以及预留一定余量 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个模拟技术 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我后面再给大家讲解 木墙难题功课后 如萨尔体育场的主体才算完成任务 然后就是体育馆的屋顶部分了 屋面采用的是锁网和磨面系统组成 其中 屋面锁网又分为锁网主结构和刺结构 主结构的作用是充当屋顶主要的受力结构 支撑起锁网刺结构和磨系统 将它们的重力传导给压环和微柱 就像古代屋顶的梁柱一样 而刺结构是由小拱灯做成的 它比钢索更密集 作为框架的补充 就像梁柱上方的木条 方便磨系统覆盖 而磨系统则相当于瓦片装饰 这些结构组合起来的难度 相比于卢塞尔体育场主体建设的难度而言 简直就是由过之而无不及 被工程院院士称为 世界上最复杂的锁磨结构体系 那么它到底难在哪里呢 我们来逐个分析一下 首先 屋面锁网的最高处为76.6米 相当于25层楼高 南北两侧是马安面的低点 但是高度也达到了61米左右 有20层楼那么高 其中 屋面锁网跨度达到了274米 比12车道的大马路还要宽 创下了世界纪录 在卢塞尔体育场之前 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锁网结构污蔑 也是由中国成见的 它就是中国国家速滑馆 宾斯带 不过它的跨度也才198米 远低于卢塞尔体育场 所以 锁网的钢索在建设时候的难度就非常高 除此之外 卢塞尔体育场为了展现 卡塔尔特有的椰枣网形状 所以锁网布局并没有像中国宾斯带那样横平竖直 而是呈现出略微弯曲弧度 像鱼尾一样的两根钢索交叉在一起 也就是说 既要跨越世界级的长度 还要保证一定的弧形 那么就对锁网的受力情况 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但是这还没完 因为钢索是在70米的空中牵拉受力 而它本身的重量和刺结构 以及膜的重量 都会对锁网的受力产生影响 这样难度和操作空间就无限增加了 成为工程中难度最高的项目之一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设计师将它设计成 承受能力更强的菱形锁网 锁网的主结构 由96根主锁构成 它一头连接了压环 另一头连接上了上下两层的锁环 就是这样的 然后四网有更密集的小拱钢索 但做补充 最终整个锁网用了拱杆624根 水平磨锁1152根 支撑起5万多平方的磨面 这种设计结构复杂 难度就增加了很多 因为要撑起整个屋顶 所以它需要固定在精准的位置上 每根钢索的位置 都只能有毫米级的误差 而且在安装的过程中 锁网之间相互受力 以及屋顶材料的压力 都会导致钢索变形 稍有不慎 甚至会导致屋顶材料的掉落 损伤 于是项目团队采用了大量的传感器 它可以精准的监控和传递 锁网的受力情况 团队可以在建设的过程中 间隙智能化的施工 当然 这些还只是施工的难度 中国企业在国外 成见世界级赛馆遇到的问题 远比我们说的要多得多 比如施工方面 卢塞尔体育场的要求非常高 它要满足三个重要规范 第一个就是卡塔尔当地规范 第二个是欧美规范 第三个是国际组联规范 所以施工团队包含 世界各国的知名建筑团队 比如澳大利亚阿瑞肯 英国的AFL 越南阿瑞肯公司等 几十家第三方企业参与 堪称一次建筑施工领域的世界杯大赛 而中国铁建作为总承包商 在项目建设期间 需要统筹协调来自全球15个国家的 110家大型分包企业 4600多名中外建设者共同协作 其中带来的沟通问题 技术规范冲突等等 挑战非常大 而且还不幸地遇到了疫情问题 各国企业在不同时段 受到了不同的冲击 不过中企作为总承包商 得到的经验和成长也非常多 进一步了解了 欧美规范和国际赛场的规范 为以后进军欧美打下基础 除此之外 本次赛场还创下了一个记录 那就是全生命周期使用BIM技术 BIM是建筑信息模型的意思 是世界建筑行业非常顶尖的技术 号称可以引领世界建筑设计领域的变革 因为现在的建筑越来越复杂 不仅要求环保 还要符合各种当地的人文风格 以及面向未来的智能化 导致一般的设计师 已经很难通过简单的设计软件设计出来 所以有人就希望通过建立一个 三维的数字化模型 它可以将建筑项目中的所有信息 都纳入到这个模型中 而且这个模型不是静态的 而是随着建筑生命周期的不断发展 而逐步发生变化 乃至自行眼镜 比如前期的方案 详细的设计 施工图 建造和运营等等 可以不断地将各项信息 寄生到模型中 因此可以说 BIM模型 就是真实建筑物在电脑中的数字化记录 有了它 就可以将建筑工程进行可视化和量化分析 提高工程建设效率 再说的简单点 就是以前那么多数据看着就头疼 但是有了这个模型 就可以将它变成为一长串的数据 甚至是图案 我们看一眼就知道 应该建成啥样的 多大的等等 这个先进的技术 是美国BIM之父 Chuck Eastman教授 在1975年提出来的 后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已经成长为发达国家 乃至世界上先进的技术 很多场馆都采用了这项技术 这次的卢塞尔球馆也是如此 它由中国、英国等设计团队 共同负责设计 整个设计过程充分采用了BIM技术 而且不仅如此 中国团队为了协助铁键 顺利完成任务 全程利用BIM进行跟踪和指导 不仅可以检测各类碰撞 提前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还能实现协同作业 可以说参与了整个建设过程 其中屋定锁网 木枪等超高难度的项目 都有它的参与 卢塞尔也成为世界上首个 全BIM生命周期的体育场 并且连续四次获得 国内BIM大赛的奖项 可以说卢塞尔凝聚了 中国建筑的鲜血 也是中国基建 走向世界的又一次壮举 而BIM、传感器等先进技术的应用 则帮助中国建筑 卡塔世界杯圆满成功 祝我们的基建狂魔 走向更多的国家 给他们点赞支持吧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